有亞洲第一中風之稱的退役球星 韻智強今早就很病世 他對抗癌症多年,中年53歲 球員生涯效力各本地多資的斑伯 已投除利害成名 在1992年幻想被醫癌的韻智強 多年來病情反覆 因為早年抗癌治療的後遺症 令他抵抗力變差,身體機能衰退 早上8時45分,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病世 韻智強離世的時候 家人和女友迷雪,一直在旁陪同 韻智強效力夾了球隊南華和麗珊的時候 擔任總監的梁守志華 失去了這位好朋友,覺得很惋惜 直至我離開南華會,他跟我去麗珊 一直這麼多年,在甲組,大家都是好朋友 我是最後一次見他,在醫院探望他 都是很面談,都是很樂觀的 曾經在南華和韻智強當隊友的陳發芝 指他是一個很勤力的球員 他是打中風位,他的頭鎚是很重要的 他的頭鎚是怎麼練回來的 不停練完球,自己去頂一下 或者叫隊友,傳球給他 他自己去練頭鎚 一時是家事,自己拿多點時間去練 人稱穩老的韻智強 在70至80年代的竹壇上無人不曉 他在精攻退出後加盟南華 被譽為亞洲第一中鋒 默契方面應該沒問題了 為甚麼呢?我跟他們合了很久了 已經這麼多年來 我踢槍隊都沒停過,只是停過一段時間而已 所以默契方面沒問題 尹智強代表港隊精戰大小賽事超過10年 1977年,他協助港隊擊敗新加坡 打入世界盤外圍賽亞洲區第二圈 給了一些錢,相關球員列隊,尹智強 之後在1985年著名的519之翼 他在進的港隊擊敗當時只要打和 就能夠出線的國家隊 登上足球生涯最高點 一直到1989年才掛香 除了在足球場上得意 尹智強退役之後 也都參與演藝事業 拍過多部劇集 以及在電影中客串 米雪和尹智強的家人正籌備舉的新後市 落實安排之後會向外公佈 複智強的家人 處理 你 我 你 你 谢谢大家